让母鸡自由 民众跟随台上指挥 原地踏步 象征走出淡机生存环境的A4纸张 呼吁废除非友善饲养的格子龙 由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12月2号发起的 为母鸡挺身而战行动 是民众首次为了改善淡机生存环境 而站上凯达格兰大岛 此次主办方提出 即刻禁止新建格子龙淡机场 2030年完成淡机友善饲养转型 及建议打造永续粮食系统 共三大诉求 期盼推动淡机产业转型 提升动物福利 我们从来没有贸然地要求政府说 你要即刻地把整个格子龙拆掉 我们希望效法 所有先已经转型的国家 要用法令先禁止 不能再新增建新的格子龙 然后让旧有的格子龙 用10年的缓冲期 或者是更短的时间 去逐步淘汰它们 现今台湾淡机分为龙室 瓶寺与放牧三种饲养方式 根据农业部 鸡蛋友善生产系统定义及指南规定 一只瓶寺蛋鸡至少要有0.1平方公尺的土地 但格子龙底部面积约为一张A4纸张大小 而一个龙子约可换阳2到4只蛋鸡 换算下来 平均每只鸡仅有0.016至0.031平方公尺 几乎没有足够空间可满足蛋鸡飞翔 奔跑等天性 龙子的鸡啊 它们除了关在一个小小的龙子之外呢 每天的生活作息 就是吃饲料喝水生蛋 但是呢 在我们放牧的机场来说的话 它们可以随时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这些行为举止是在龙室它们没有法看到的 即便平址与放牧相对龙室友善 但全台仍有80%的蛋鸡为格子龙饲养 对蛋农而言 转型过程面临许多挑战 蛋农要全面转型为友善饲养 政府俨然成为重要推手 对此 台湾动物社会研究会建议 透过一些政策措施告诉我们蛋农 格子龙从此以后不要再盖新的了 你要转型 你可能要新的设备 新的设施提供贷款 鼓励你转型 需要新的知识 那政府提供专业的知识 让你可以改变 随着国际动物福利趋势 2012年欧盟已宣布全面禁用格子龙 至今纽西兰 加拿大 以色列等40多个国家也跟进政策 台湾要如何跟上国际脚步 协助蛋农产业转型 落实动物福利 是未来市共同努力的目标 记者张台文 叶真云综合采访报导